而政治焦点再来带您关注的是 过去这2016年的马西会场面 有没有机会在今年4月份再度上演呢 因为马英九金金会今天表示 马前总统获得中国大陆方面的邀请 4月1号要再度展开赋路的行程 而值得关注的是 今年这个行程当中包含了北京 8年前在新加坡的马西会 有可能与北京再上演吗 马办宣布马英九将在下个月访问大陆 而且不同去年行程 这一次北京也在计划中 跟去年一样 马前总统访问中国大陆 我们一向是科学主编 这官员有没有可能是习近平 萧续曾说 马西一别近9年 我们希望能再与老朋友碰面 但一切尊重大陆方面安排 而双方再见面的默契 有没有可能跟选前马英九一句 两岸关系要相信习近平有关 尽管当时侯友宜吉利切割 党内也有不满声音 不过现在 不管他是用审划的名义去 我想两岸我们还是希望说 能够有多交流 多认识彼此的机会 这个他去大陆是好事 他这次去我想党内 不会有意义的啦 另外马西若二会 马前总统的身份又会是什么 据悉去年那趟随后有代仓 这一次呢 如果说中国方面认为 那你要彰显你是先任国家元首的身份 那我们不能接受 那不能接受如果他入境 恐怕他随附如果不能跟着 或者随附不能配枪 那这个是不是跟领域条例上面 一体性有 毕竟这攸关马英九的身份地位 看一看国台办第一时间说 我们欢迎马英九先生来访 是用先生而不是前总统 但对于马英九的访路 副方只能尊重 并就安全三观事宜 给予必要援助 指示绿营也质疑 访路时间点就选在赖清德就任前 去年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 推动这个台湾的同学到大陆去访问 所以我们并没有特殊的 那个时间点上的考量 强调都是为了学生交流期间 还要出席季皇帝林大典 不过对民进党来说 只怕那些都不是主要目的 TVB新闻 宏福华李国正举换柔 台湾报道 好 马前总统附路访问呢 就在520就职典礼前夕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 去年的行程当中 由上海进行重庆出 而这回会到中国大陆的政治中心北京 而这对于台湾政坛 还有两岸关系 会掀起什么样的效应呢 我们今天新闻部的副理请民哥 就来到我们现场 请民哥晚安 新华好 各位网友 各位民众大家好 好 这个一点名 终于再度回到我们直播间 欢迎大家呢 有一阵子没来 对有一阵子没来 帮我们刷个赞 来欢迎我们的副理请民哥 不过请民哥 刚我们新闻当中看到 这个时间点令人玩味 地点也令人玩味 而且我们新闻当中已经破题了 就是说马熙会到底有没有机会呢 可是同时呢 国民党方面会不会很担心 此行又会让民进党捡到枪 但是对于赖清德来说 两岸的对话 看起来好像都被马前总统 占据了风头 这会不会对他来说 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先报一个料 就是针对这个 你刚才很关心的这个马熙会 会不会在这一次 马英九在4月1号到4月11号 而且会前进北京 有没有可能二度马熙会 因为已经隔了9年了 那对我又提到我爆料 其实在三个星期以前 马英九有跟一些企业界的一些大佬 一起聚餐 在聚餐的那个过程当中 他很明确的就提到一定会见 一定会见 他就是透露他要去北京 而且一定会跟习近平碰面 他甚至还跟这些在座的大佬 有一些聊天的时候就说 你们有什么希望传达给习近平知道的 然后可以透过我在这一次去北京的时候 可以帮大家沟通沟通 对对 然后马英九还现场就是你也知道 马英九很喜欢做笔记 就是把各大佬的这些意见 就有一些记录下来 然后其实这也可以透露出 他就是传达出他这一次一定会跟习近平碰面 这样的一个安排 所以今天当记者有问到这个 马办的办公室主任的时候 问他会不会有马习二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他没有承认 但也没有否认 就是说会尊重对方的一些安排 可是根据我们的消息 应该就是会有一些见面的一些可能 因为都已经到北京了嘛 没错 但我就忍不住想要追问启明哥 国民党过去曾经附入的 这个政治人物这么多 那么为什么感觉 现在的中国大佬或是习近平 他们会特别偏好马前总统 因为马前总统那个头衔很好听啊 哦层级够高 对是国家领导人 是前总统 等于是一个台湾民意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代表 虽然他们不会用马前总统 用先生 对用马先生 可是因为他的确就是在台湾地区一个 用民选的这个方式选出来的 一个国家领导人 就是我们的总统 虽然是前总统 尤其代表性跟正当性就对了 可是因为当时 所谓的马席会是在新加坡碰面 第三地碰面 其实那个争议性比较小 然后等于是大家都放弃了自己的头衔 护城先生 然后在新加坡碰面 因为那一次 九年前的这场马席会 在新加坡相给了他的饭店 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 引起全球注意的新闻 那时候TVBS派了30个人 采访团队过去 所以我们都对这件事情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所以对于这一次马英九他要准备二度去大陆 大陆有所谓的带着这个马大九学院 对 就是马拉雅学堂 对 去进行访问 可是来到北京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那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应该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现在呢可能性很高的这个马锡二会即将登场了 那么要维护我们的主权跟尊严就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国民党现在党内是不是很担心了 会不会又会变成民进党剪刀墙了 我刚才看赖斯堡委员那提到有特别说说 党内应该没有特别的意见 那没有特别意见 其实有两种说法 因为根据我们的消息是说马英九这一趟行程是非常非常的保密 我们前几天其实有掌握一些类似的讯息 有去问过马办 可是马办我不敢说用说谎啦 他说没有 可是你如果说没有你就会说不知道 可是他直接说没有 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一个完完全全否认的感觉 对他是否认的 所以他其实对党内这些那个立委啊 或是国民党这些政治人物 他其实也是采取一个保密的这样一个态度 不过我们也知道 因为马前总统在这一次大选期间 有提到了一个相信习近平的信息论 这个引起了国民党内一些不小的一些争议 甚至当然有一些说法就是是不是在进行切割 那所以使得马英九这一次去大陆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安排 根据我们了解 他也没有跟党内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说明跟报告 跟朱一伦这边应该也没有讲 可能有讲 这种我们在讯息面的掌握上是没有这回 没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所以国民党大部分人听到这些意见是觉得在这个时机点上 可能有一点点敏感 因为现在是进行一个所谓政权交替的一个关键时刻 然后马英九又是在520之前一个月 4月1号到4月11号去大陆进行访问 所以的确有没有可能会被做文章 那当然国民党这边当然有一些人是有一些疑虑跟担忧 但是对于另外一位准总统赖清德来说 我想请一个会不会对他来说就是会压力蛮大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几年呢 中国大陆在针对民进党或者是我国的政府来说 都处于冷处理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实质性 或是比较显著台面上的交流与对话的 马前总统接下来要去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准总统赖清德来说 两岸的议题会不会越来越棘手 这开局要这么快 我觉得可能老公那边对于我们的赖准总统 就是我们即将的520的总统 其实目前来说态度还是不明 其实也可以说是很清楚 因为他现在就不跟你接触 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看这次金门事件 他也不要用官方的这个方式来跟你进行接触 那不跟你接触 可是他透过另外一种方式 他跟国民党这边 跟马英九这边进行接触 所以这个的确是对于赖清德来说 在处理两岸关系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再像之前这些航线的问题 然后是一些飞机越过海峡中心的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让赖清德非常非常的棘手 我们可以看到 劳工动作其实还蛮多的 而且软的一手硬的一手 我有交流 但我就不跟你交流 观察还是520那天赖准总统他的就任的谈话 特别是针对两岸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当然就是一个观察 两岸未来是走向什么样子一个风向的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两岸关系动则其就 所以520的就职 还有这马前总统到中国大陆会进行什么样的表态 两个人呢 对话还有接待的层级 又是如何都值得观众朋友 持续看我们的政治一点名 持续观察 不过现在呢 对于蒋师傅来说 很棘手的问题 还有台制观的这个受惠案件到底要如何收尾 因为过去这几天呢 其实前任市府柯市府也频频跳出来说 其实蒋师傅如果觉得不合理的话 那么为什么概括承受相关的合约呢 而今天蒋师傅也跳出来了 市长蒋万安说要来解约 但前副市长黄珊珊说 蒋师傅根本是搞错重点 警察局所签订106年 柯市府这个专案费率的合约是有争议 所以我们会即刻来启动解约的作业 被警咬为何仅用监视器全用三枚 讲完直问柯文哲 那106年为何这样签三枚费率 每月2200元 决定要解约 法务局以及包括资源局等相关单位 来进行解约的作业 旧柯市府时期定定有疑虑 专案费率先停 被柯文哲呛不敢出来说话 连副市长李四川都被骂 简单的是哪轮得到他 蒋万安也回呛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做困难的事情 蒋万安出手 前朝野不甘示弱 问题不是费率 问题是你为什么乖乖配合议会 全部都乖乖的用三枚 要废掉如果他认为这个合约 这么不合理的话 应该是废掉原来的 台志光的原始25年这份合约 互相摆错重点 但2200元费率怎么定 并饱受质疑来议员就爆料 市府已经找了一个礼拜 都找不到当时议价书面记录 况且前市长郝龙斌 任内定下一枚月租费760元 难道柯文哲定了2200元 还在用单价760元乘以三吗 2200元的费率到底是什么计算跟核定出来的 台北市政府跟我讲说 真的找不到相关的计算记录 跟这个核定的过程 我们只看到结论就是2200 台北市政府所有的记录应该都在 所以他找不到是他不想找到 还是刻意找不到 当时的议价的过程 如果他找不到的话 可能要去找一下承办单位 直求对决但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 正式一大考验 一位传统长辈也很常报道 不过蒋师傅说 自己是来解决问题的 要与台志光解约 可是台志光呢 他们所服务的是 全台北市的监视器的资料传输系统 就有关打击犯罪还有预防犯罪 如果接下来出现空窗期 应该怎么办呢 就有市议员提出 如果警局没有备源系统的话 那民众的生命安全会被置于何地呢 行人穿越马路 才走到一半人就定格 大约两秒后才出现 医院发出2021年 台北市警局监视器实测影片 200万画素配上两枚传输 就会出现残影 因此若调降平关 就可能发生类似情形 检案宣布 柯文哲任内订定2200元 专案费率合约要解除 但后市平宽传输费 还有备源方案 又该怎么订定 没有看到针对解约后的后援 备源机制要怎么处理 如果市民朋友的权益受水 要怎么办 尤其柯文哲前一天才说 找新电信进来接 会让台北市一万多只摄影机 出现空窗期 没那么容易 25号下午 北市资讯局 法务局 还有警察局 开会讨论解方 前提是不能影响 画面传输 检视器一定是要持续 无妄接轨的正常运作 跟相关道理正在研究 考量现在摄影机 为200万画素 目前倾向平宽不降低 但来一员不满 就是因为柯文哲卸任前 已决定全市买200万画素 监视器 现在蒋师傅 只能配合升级 使用三妹平宽 若要因皇前副市长所言 赠出整个抹约 资产空窗不就更大了吗 难道没发现 矛盾之处吗 蒋万事长要求法务局 及相关局处即刻终止 是谁不来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朝解约方向走 配套还要让市民能接受 TVA宣传宣传佩玉 台北枪报导 好 台志光的弊案 不再只是市议员 涉嫌收贿官说 如此简单而已 蒋师傅与柯市府 前后任市府互杠 同时呢 其实政界也传出 这起弊案相关的攻防 根本就是蓝绿白 为2026的台北市长 前哨站 那么秦哥就想请教 这后面到底他们在敲的是什么样的小算盘 好 今天包括了蒋万安跟黄珊珊都亲自上火线 这两个指标性的人物 当然就是前两年的台北市长大战的 行日对手 一个翻版 那今天可以说是所谓的台志光 蓝白大乱斗 今天其实有一个比较实质的一些进展 刚才我们新闻也有提到就是 蒋万安在今天早上突然开了一个 也不算记者会就是接送媒体访问的时候就提到就是有关于106年前的 民国106年 柯文哲所签订的这个2200元的这个传输费 他要把它解约 其实这还蛮有策略面的一些操作 怎么操作就是因为他想要凸显是说 那你柯文哲觉得台志光的这个合约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签一个2200元这么高的一个月租费 对 他觉得不合理 其实这也是最近包括了蒋万安跟蒋市府要主打的一个攻击的一个点 那当然黄珊珊那边也立刻出来做了一些回应 是说其实大家想到2200元好像很多 因为对照包括像是中华电信 同样是三妹的这样传输的大概的钱是699到999 跟2200元的确是有一些不小的差距 两倍到三倍 可是柯那边当然是做出了一个说明是说 我们看到的好像很贵 可是那是两笔费用 一个是基础的 一个是建制费 一个是传输费 就是每个月摊平这样去摊平 那其实当时台志光报的这个账 报的这个合约的这个价格 的确是比中华电信 按照他们的合约内容是少7%的 他们是符合所谓合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占得住脚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蒋安这边当然是攻击了 柯文哲对于这个合约 他们认为不合理 可是你还签订这么高的一些价格 那像柯市府也做出了一些相关的回应 可是柯那边当然也主打了这个 蒋市府是说为什么 你觉得因为当时有做一个 所谓的专家的一个会议 当专家是评估是说 你不用全部换三枚啊 你部分换成三枚 部分用二枚就好了 可是蒋市府后来是全部换成三枚 那这个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说专家的评估是部分二枚 然后不用全部换三枚 你为什么要全部换三枚 那那个蒋市府今天也拿出了一些 工房的一个重点 不是蒋市府啊 就是游淑会议员 他提出一些影片 我刚才是有提供我们制作单位这个影片 如果有机会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 这个就是用200万画素 两枚的传输的一个数率 来进行传输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出现一些鬼影 出现一些鬼影 然后甚至到最后就全部定格 那如果说这样子用200万画素 两枚的这样传输数率 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传输的品质 的确是不是有可能造成了 如果警方要进行办案 或是一些现场的一些修正 就会出现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瑕疵 所以他们才决定 全部改成三枚的这样的一个考量 所以说包括了 柯前市府跟蒋市府 他们各自对自己 各自对对方做出了一些质疑跟攻击 可是在今天一些进展方面 双方也各自说出了一个 他们觉得他们合乎理性 合乎合理 然后站而住脚的一个解释 不过这蓝白大乱斗的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是站进了媒体版面 那么相信双方的支持者都说 支持看到他们站到血流成河 我的支持者才是对的 但是有很多人会认为说 这就是2026的前哨战 这个烟消味已经很浓了吗 其实还蛮明显的 因为你只要看两个主要的对手 就是蒋万安跟黄珊珊 我先讲蒋万安 其实蒋万安在前两年的行程 以市政行程为主 他行程其实排的不多 而且常常都没有受访行程 可是从今年这个 从年初开始 蒋万安就增加了他的市政行程 而且至少每天会安排一个受访 那安排受访 当然就是有话要对外说 有话对外说 不只是市政上的一些回应 甚至一些政治议题 他也有表达他的看法 为什么 因为马上要进行连任的选举了 那可以看得出来 蒋万安要增加他的曝光度 也要营造一个新的人设 就是他的攻击力道要出来 选举节奏要出来 那台北市的另一方面 他的对手 目前看起来对准的还是黄珊珊 所以黄珊珊在针对 台志光这件事情上 也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积极 回应的这个力道 也是非常非常的猛烈 不断的在脸书上 做出一些他意见的一些看法 甚至包括了 他在立法院都会通知媒体 去访问他 可以受访 对 因为他是副市长 前副市长 他对这件事情是了解 那当然他来表达意见 当然是合理的 可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很可能是2026 市长选举的两个当事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暖身赛在台志光的这个 蓝白之间的这个大战之间 已经闻到了一点点的烟消味 而且对于柯文哲来说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既是弊案 又是他任内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现在 当然有一些媒体有一些报导 是说他的声量的确是有一些下滑 那再加上他最近要准备进行 这个麦寮相当的一些补选 他准备要去麦寮进行long step 需要的就是一些声量 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在攻击 包括李四川 在攻击蒋湾的时候 这个我们 无意不语 熟悉的阿伯的那种口条 回来了 那种愧靠又出来了 对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有一些声量上的一些 我不能说操作啦 至少在 在议题上的一些设定上面 柯文哲有感觉就是找到了一个攻击力道 然后这个当然就是增加了媒体的曝光度 嗯没错 就是政治人物会需要舞台 不论是市政或是相关议题的攻防 所以我们的一点名时间呢 从这个马前总统 接下来是不是马席会有谱 据说马前总统在参会当中 已经先预告了会见面 而同时呢 台志光的弊案也牵扯株的蓝白大乱斗 后面各式各样的盘算了 我们谢谢齐明哥的分享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大观众朋友回过头来看 4月份店家就要涨了 不晓得您的荷包准备好了没 但没有想到经济部先出包了 大家来看看哦 这个是经济部推出来的这个文学 说各式各样的小型餐饮店呢 店家涨之后其实负担不会那么重 大家不要怕 但其中一个提到 在北部的连锁烘焙坊 每天增加两块钱 就好像购物带要花两块钱去购买一样 可是很多人就不禁想问 怎么可能不耗电呢 后来经济部出面解释说 这个烘焙坊是本身没有烘焙器材 没有这些烤炉炉具的 那么很多立委就要问 到底要去哪里找这样的面包店呢 这辈子有没有吃过没有经过烘焙的面包 跟委员报告现在面包我越来越少吃了 因为它淀粉比较高糖分会增加 主委可别以为不常吃面包 则没事因为立委突然这样问 都是经济部惹得过 经济部说北部某连锁烘焙坊 因每月用电700度以下一天平均只增加两块钱 但随即被炮轰逼得台电出面缓加 那是没有烘焙设备的门市 要是有烤箱等设备调涨后 每个月相差上万块 不过经济部似乎不认自己有错 最新图卡另强调 若采时间电价每天可省570元 省的比涨得多 你现在拿来是骗人民吗 你没有把上游啊 你这个烘焙坊 如果是一个百货公司的门市 你去上游跟中央厨房买 不用用过烘烤吗 你是行政院的物价督导小组的成员 不过对于纯动的物价 国发会仍坚持有照顾到名声 主要涨的的确是出口型 现在业绩很好 外销的这些产业 那外销的产业来讲 它的价格会反映在出口上面 比较不会反映在国内 令台电也颁出三观资料 只跟国际比 近年店价的累积涨幅 比起南韩英国 法国 德国等国家 无论是工业用电还是名声用电 相对低 还有CPI也显示我国通膨较低 那这几次的调涨呢 并没有完全调达这个 所有的应该要的这个部分 在这样的一个细致的调整下 我们希望对于各行各业的影响 能够减到对手 自认店家涨幅 依考量到各行业所需 令针对其他类贷款组 政府也将全额补贴利息 但像是清安专案的民众 最优先专案结束后 凡作用力更强 CPI的新闻 李国正确换柔 台语报道 而再来看到义务易上路之后呢 要喂着保所有的义难 其实陆军司令部也提交报告 要让教招员能够吃得更好 活食费呢 每个人调涨两块钱 不过这加菜金到底是如何核算的 来看报道 整根红萝卜手练切成碎末 均营火房里头 阿兵哥手起刀落 部队操练负担重 最期待的莫过于进餐厅的时候 但如今就有阿兵哥说 军中常常吃不够 毕竟国军火食 计价标准中每人每月 只有2913元是最多 等于一天只有95.7元 三餐主副食 甚至夜点通通包含在里面 于是国防部最新报告就说 考量兆元营外教练训练量大 食量大 每人活食费规划从95.7元 变成97.6元 等于一天多出两块钱 10块有一车茶叶蛋 两块钱在外面 好像都买不到吧 汤里面多一点玉米 你去问国防部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内容 应该去问国防部那边 毕竟一天活食费多两块钱 能改善的可能真的很有限 可能菜色比较好 或是说这个火尾采满的余度 会比较大 让我们的军人能够吃好吃饱 这是尊重国军的一个方式 那与其花大钱去买军购 结果一直延宕都没有来 还不如让我们的国军弟兄 有比较好的待遇 只是说这两块钱 真的就只有挡通膨而已 一天两块钱的改变 或许难以反映在菜色上面 但当兵本来就不是在住饭店 TVBS的李明慧凤颖 台北的岛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